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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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下午的沙沙館 今天有Rafi 我要先同定你講 我上個星期忘記跟你說我上個星期 我下個星期四都不在 所以都是Vivian 頂我 好 沒問題 感謝 好 Buddy 現在的恆生指數是19407 其實跌少了 剛才最多跌到四百多點 現在就跌256點 你有沒有做反手 歐仔 好可憐 叫他們反手 都有200點吃 20格 你計算今天那30格 即是50格 沒錯 但要這麼漂亮 好漂亮的一個轉身 好可憐 大肆成交六百二十三億 不過要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的留言板好像有些少少四四地 Colin會慢慢幫我們整理好 未夠班出來了 叫你做王偉豪 是的 王偉豪 今天有什麼焦點的東西 我們可以講呢 會不會講一下加息 唯一是講這些 是的 昨天美國那邊出了加息 那裏都是繼續 0.5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然後不停有繼續鷹派言論 又說要等下個夏年 通脹又會加劇 然後民生指數又會不停飆升 你覺得現在呢 因為今天那個港股走勢 其實比我想像中 我本身今天登了港股 我說應該都可以的 不是都可以的 倒完四百點之後 看看哪個時段 低位上回來都可以的 低位上回來 不是 如果你這樣說 硬硬地去講 我硬硬地去講的話 其實真的不差 十天線 十天線 跌轉 沒有穿到 就算今天本身跌四百多也不是很差 還想怎樣 都沒有穿到萬九 而且你升了那麼多 都是那一句 你只是一兩天回到幾百 就算不講其他因素 我想也是一個很正常的走法 而你拉上消息 其實昨晚的意識 我覺得實際 結果當然沒有什麼意外 隔五十點 其實一定是預料了 無論你看之前的通脹 慢慢回落 之前鮑威爾出來公開場合講話 確認加息力都會放慢 連帶前兩次意識會 加完七十五點之後 其實本身都知道年底之前 加上加一點嚴厲 你變相對上一次七十五 今次便是五十 簡單數學 所以結果 今次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你說 令到美股昨晚又跌下來 港股今天又跌回 曾經跌三四百點 我想都是因為會後 鮑威爾出來講的方向 大家解讀為 覺得是應了一點 但我想這也是鮑威爾一貫的取態 很多時候都是時鷹時鴿 左右兩邊都不停擺放 即是搬來搬去 令到大家沒有什麼露燭 甚至乎很多時候 他又不想令到市場側向一邊 所以變相對上一段時間出來 可能是鮑威爾一貫 但今天便是鮑威爾 令到擺放中間 但是其實 他說的所謂鷹 我覺得都不是跟原本市場預期有特別大出入 因為其實一來 我想都繼續是 預了加息的力度 可能會放慢 即是就算下年回來 可能因為一月沒有議息會 二月的話 其實有機會大家都覺得 可能再減慢 步伐去到二十五點 就算好像昨天鮑威爾這樣說 他覺得週期會長的 甚至乎可能中端利率水平比之前股還要高 但其實未可能去到五厘 可能會比較輕鬆 其實可能只是加多兩三次 也不是說差太遠 即是未至於誇張到 覺得馬上升週期到下年下半年都還是加緊 我想又不是這樣 所以你說對市場是否這麼悲觀 我覺得又不是 即是很借小 叫做有些調整 所以現在我還是繼續看看 他可不可以慢慢攀升上去兩萬 對 對 因為每次兩萬 每一次都升到一萬九千多 他就升不上去 都是大關 對 所以我先看著這些位置 繼續看著 另外Nicky就說 慘了 原來五十九清盤 荒料 荒料 怎麼搞好 我猜你一向沒有看開 因為前陣子是一個股東欠很多錢 就斬了他的倉 那段時間就入了貨 一直都沒有怎麼理他 其實很久之前 你說清盤這個新聞 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現在那個清盤的零訊 就去到十二月十九號 本身就插了十三五百仙 但是今天又再有些人數回貨 然後北水那邊都在大力買 要估計一下北水那邊是甚麼人來的 如果五十九 其實我本身就不太害怕 到現在都不太害怕 但是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話 我就覺得你可以在四千左右 你就看看他會不會跌下去 如果真的的話就斬了他 但是我就繼續坐 而且其實他在很多湖南地方 大陸那些城線 以前城線都有很多產品 所以真的有貨 另外Andy就說 燃氣股 因為今天我有件事是要跟你談的 就是首先講了一些電力股的版塊 因為就是過往一兩年 臨近這些 冬天 對 冬天 國內就很流行說要限利點 我記得上早過八月的九月 是嗎 八九月有說過這些新聞 然後我就想問一下Rafi 覺得近期那些電力股 有沒有甚麼看法 因為其實內地十一月的用電量 其實就加了3.5% 其實不是說很多的 不過就在怕它說 接下來又會再一次限電 因為十二月十二號 幾天前 貴州電網聲稱十一月以來 他們那邊全省用電量就攀升 所以有機會就會對一些部分行業 做一些拉閘限電的情況 所以就想問一下如果電股 再看一看 譬如今天那些1071 剛剛看是有升的 然後一些916 1072 然後那些龍圓電翼916 然後1816這一堆 其實在現在這個市況下 好像也沒有什麼 有一個市場留意的辦法 我就想問一下 你覺得這些股有甚麼看法 當然你說過去市場 沒有什麼留意 我想最主要是熱武的性質 當然他們也不是沒有升的 即是由十月底的低位 其實全部都有一些彈幅 但你可以說是跟著市場 有個市場彈幅 其實絕大部分股份和板費都是彈幅 以彈幅來說 他們真的不是特別多 亦反映了 剛才提到 本身沒有什麼炒作概念 因為其實對上每個星期都說 其實你這一段 說過幾月的市場 特別初段 很集中三類股份 內房、服償、科技 去到之後才炒其他類別的板塊 最主要就是 過去炒的時候 上來的主因就是這三個方向 即是外圍加息減慢 內房政策 內地優化政策 防疫等 所以炒這幾類很合理 但是你真的 這樣困下去 你真的找不到一些誘因 在電力股身上 因為剛才提到的因素 全部都不關他的事 可以說下一步 假設真的服償 令到內地經濟是可以的 用電的增長又更強 之後會對電力股是正面的 但這些是很間接再間接 去到幾層之後的事 比較中長線一些 所以形成這個板費 就不是太強的炒作 但是你說這一刻 可否因為它本身落後 或者這一轉比較黏 就有條件去追回多一點 可能一些短期性資金 不排除會這樣去選 但你說論升幅 始終我覺得都未必會特別大 除非很明顯地 有一些很實在的消息 因為剛才你提到一些限電 當然現在特別天氣冷 這幾天大家在香港都感覺最明顯 所以可能又有這些概念 但如果你說內地限電 其實剛才你也提到 或者找新聞 可能今年八九月都提到過 反而最新 當然可能都有提及 但你說是否突然間才出現的因素 其實又未至於是 反而反而想 即使這一刻限電 我當作是有 跟去年或者前一兩年比較 應該就沒有對電力股炒得那麼瘋 因為前一兩年除了限電之外 是因為能源方的問題都很嚴重 所以那個限電又更加誇張 但現在能源方的情況 就沒有過去一兩年那麼嚴重 所以對於板費的炒作 就未必非常大 所以我真的要留意 我想都是指而傾向短線為主 是 如果這樣說 等它們真是趕了頭 或者先突破 因為其實好幾隻 你這樣掃的圖 都是十月尾至十月中 抽了一輪 之後到十月中後到現在 偏向屬於橫痕少少為主 不是相對特別強的一個走勢 因為我剛剛也是這樣開一開出來 其實這隻就好一點 好像被壓住在二百五十天線 但是都似乎 比較斜一點 你看二三八零 八三六 那些就整固 沒錯 這些都是這樣 那如果這隻二六八八的話 我自己可以 或者它們都可以深深著 看看它有沒有力 破到二百零天線就想 對 很明顯都要等這些 那看著二六八八這一隻 那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就隨時打出來先 然後再慢慢幫你們回答一下 炎氣股的話 一三五 一三五 走勢似乎落後了一點 可不可以 吸納 然後 其實都 我覺得 是真的落後了一點 但又沒有什麼特別 對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你說選不選落後股 即是很兩題 如果你覺得市場上升 可能有些資金會追一下下後 但你是不是真的因為下後 而馬上去買 明天就夾給你看 這就很難說 所以 所以我覺得 要看看有沒有有沒有 剛好的消息出 但如果你說 輪走勢 你下一步可能駁回 二五零天線 都六個三 六個四 雖然水位可能非常大 但你可以這樣去駁回 因為始終它才剛好 是突了上一百天線 樓上低 無論對比股市、股份是落後一點的 可以這樣做一個參考 剛剛有一點點頭 但如果拉長一點的圖是下降的形態 所以先看看 有一個Facebook的留言 我看不到是甚麼 是說甚麼 哦 板主王股 哦 它幫人推銷 哦 甚麼來的 古龍 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 新爺 這麼像那些出招 特地在這裏留言引我看 然後感覺指數腳有點遠 但你也想想想 四百點對上來 二百點都差不多 而且如果拉長遠一點 十月尾上來是五千多點 哦 是啊 那你去到這些位置 腳遠一點其實也很合理 我想都沒甚麼 大家不要要求升到五千多點 還覺得它升到三千點給你 十月尾開始 應該都很難的 還有現在是十月中 差不多又收了 對 其實都是正路的 我想這些開始下降一點 或者是一個動力 叫做減慢一點都很合理 是啊 世界保佑就是圓了 所以我今天也沒甚麼心機 為甚麼 你感覺到嗎 我感覺到 為甚麼 為甚麼你之前沒有下降 是 哦 是 為甚麼你坐強扶藥那些 不是坐強扶藥 太有正義感了 但其實他們昨晚我覺得是踢得很好 好 當然好 好好 好 不過我經常都一射就給法國六門 夠了 都夠了數 是啊 四強都很威風 我現在就等 殺了幾個強隊 葡萄牙西班牙比利士全都輸了 其實是 我都輸了給你 真是不得知了 我就等季軍 星期六 11點 夜晚11點 兩場都是11點 季軍和決賽 不同的日數打 那星期六是季軍 季軍是之後才決賽 星期日就是11點 不肯定是否是星期日 總之都是11點 可不可以告訴我 如果是冠軍那一場 如果你們知道 留言告訴我 那你想阿根廷還是法國 當然是阿根廷 為甚麼你不討厭法國 其實我不討厭法國 不過我不是很喜歡法國這個地方 我沒有跟你說嗎 法國那件事 我一發覺我一出火車之後 因為我在英國搭火車很快 15分鐘不夠 已經被人飛來 我不要跟你說 那這些在外國很等閒 很平閒 偷東西 不是很閒的嗎 不是阿 那個朋友是我 我覺得這樣才很令人害怕 所以晚上11點 我又要1點才睡 可能2點 加起來12碼 然後慶祝賣 我沒有買法國上盤 沒有買 如果法國贏也很厲害 其實我昨天買波膽 法國我買很多 甚麼都買了 1比0 2比0 3比0 1比1 4比1 4比1 4比2 為甚麼不是0 就是太好這個摩洛哥 一定會入一粒 一粒都不入 所以我今天很悲哀 沒有心地 有一點悲哀 原諒一下我 然後就這個 沽金賣油 9988潑雄 我其實近來很喜歡說9988潑雄 我剛剛今早看過圖 最盡可能有機會回到這裡 又彈上水 因為始終9988近來的資金流入都比較多 我今天跟VV看過 唉 不好意思 9988的牛紅街貨分布圖 其實是偏向做多 好創 所以先殺下去 是 殺下去殺了牛 就算是最多80 80 差不多 都合理 80到78 剛剛好我說的裂口位 79 對 差不多 你覺得這隻阿尼巴巴怎樣部署呢 短期 今天這一刻 就很頑皮 因為過去這一段 如果你說的聲勢 雖然它不算非常強 也是跟著的事 或者近期才追回一點 但是它也是沿著十天線上 但是 今天就明顯跌穿十天線 其實港股都未確認失守 所以反應這刻又很頑皮 如果你說十天線 即短線又不再繼續 可能真的下跌近80 那些位置 不足為奇 我想下到那些位置再考慮 如果好創 至於 你說整個後市 我不是看太淡 對阿尼 crus 因為你們 一來也算有在復償概念 甚至乎 在說股值收貨 我對於炸火技股 是有這個條件 所以下到那些位置再考慮 會更好一點 你說這個復償概念 我剛剛就想到 雖然大家估計有點悶 都是說三六九零 因為三六九零 昨天跟嘉賓聊天 也會幫人買藥 雖然現在大陸搶藥搶得很厲害 蓮花清溫都買不到 正路的 現在全部要居家 幾乎檢疫 無症狀在家裡 其實都是 但在家裡已經算好 而且很多都買來開門口 是呀 是呀 這個很正路的 我後來找到一個方法可以把蓮花清溫寄上大陸 合法的 是叫藥房機 但是藥房就會收你錢 會貴了 變相你寄給家人就不會差價 但蓮花清溫本身也便宜 不是呀 當時買的都不買 不過我的價錢都很高 有些好像是五六十元 有些我二十元都見過 買不完 不知道是否真的 所以其實我到街上看到 那個價錢很海鮮 所以現在大陸那邊就是買不到 但譬如你說這些復償概念 3690 因為始終近來是 我覺得ATMX700未看 不過3690真的比較漂亮 因為250天線流上 是 終於升穿得到 是 本身他差一點點 因為怕被人派 是 三月等 即是未那麼快出現 所以這一轉都能夠追上來 你看圖的確比起其他 一些騰訊 剛才說京東 他是比較早爬上了250天線 是 今天就回到這些位置 我想你暫時看著 250天線這個位置 是否站得到 如果站得到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行動今天跌 但他的股額其實不是太重 成交不是非常大 對比過去那一陣子不算多 所以都還好 我想股額不算太大 如果這些位置站得住 我想可以繼續看 都可以的 RSI都未偏落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還有58、59的位置 其實不算太差 可以的 接著就是說 兩年前 藥房已經可以幫人寄藥 還是 知不知道之前有宗事嗎 古屏人 在大台爆粗走路 我問你 什麼時候是虧蝕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多久 什麼叫爆粗走路 即是很生氣 那一刻爆粗走路 節目還沒完 我猜應該是 那沒理由 大家不知道 這些都算是軍動 現在這樣沒理由不知道 他刪除了 你是否劉錯然 Micky 不知道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藥房可以幫人寄藥 我也不知道 對 因為我跟樓下的藥房 那些關係不太好 所以我也是別人和我才知道 以前有些藥房 有些態度 真的很差 因為有些藥房 是可以幫你配藥的 有些人很兇 對 那我真的不懂才問 對 然後我就拿藥去配 對 對 就是兒子可能流行鼻水 所以我不想特地去看醫生 吃以前的藥 他真的在罵 真的 他真的在罵 你帶你兒子去看 配藥 這樣 他都不想做生意 說起人生氣 說起樓下的藥 唉 蓮花清溫 有很多麻黃素 可以令人亢奮 和XX 有什麼叫XX 韋哥 韋哥 韋哥有麻黃素嗎 我猜他講韋哥 是嗎 因為他講抗憤 血管抗憤 但我吃過又沒有這種感覺 而且不是人人都吃得過 我明白 我只是聽說很涼 超級涼 我是那次中了 然後我真的很後悔 樓下 又是樓下 那間萬寧 有一盒 180粒的比利筒 這麼大 有嗎 竟然 這個很少見 那一盒被人掃 長期都沒有 整個櫃只有一盒 就是180粒 但我就覺得太多 我怕我吃到明年或下年 當然是買 買嗎 我沒有買多 又是開門口 很多 後來就中了 就要吃蓮花清溫 但都是吃了一天左右 你覺得是可以嗎 我是可以的 但後來不是人人可以吃 所以我就剛剛說3690 然後我再按 原來九六一八已經下來了 穿了一條二百五十天線 如果這樣的話 這些你又覺得做淡是否正確呢 做淡我就慢慢的 還是近來都不會做淡 近來我也覺得不要做淡 會好像這樣 單日回1-2%或2-3% 但是這樣做就真的要問自己是很貼的 是 還有要轉身夠快 是 要不然就很難搞的 我想純粹因為單日多而做淡 這一轉的事就不同了 早幾個月了 我覺得就 如果這樣說 如果這樣做 你變相對上面定下 近期的高位去走 或者調二百五十天線 對 都很貼的 二百三十一 是 如果你是這樣 輸幾元就算數 會好一點 我覺得就 炒退燒藥 我就是不知道有什麼退燒藥的股 還有藥股現在都回來了 其實有一陣子一陣子 我忘記了康熙錄的東西 康熙錄的東西 康熙錄的東西 今天都下降了 就是回來了 看見到 而且那套都養衰的 我家有一雙退燒藥 一雙 吃 真的有時間吃 我開門口 但其實 退燒藥都說還可以 不用吃都是一件好事 原來不是韋哥 是這個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有我的訊息 原來不是韋哥 是嗎 真的每個星期都睡不到嗎 我又沒有 吃蓮花清溫 即是 好像 那些人 蝦爺 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 全香港人不是在蝦爺 又買蓮花清溫 不知道 幸好還沒試過 你還沒中 什麼 你是我第三個身邊認識的人 是嗎 厲害 厲害 有得他亂掃火 通常都是這樣 我們那時候都是這樣掃辭子 通常一段段時間 一怕就是這樣 不是人之常情 除了這個人之常情之外 我剛剛不是跟你說一些加息的事情 是 我本想問你那隻五號仔 因為五號仔最近 又是受壓於這個250天線 但其實如果一升穿了 其實圖我覺得是漂亮的 但不斷地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今天匯豐 其實如果升穿了250天線就好看 是 但是今天匯豐有一件事 就是跟著這個美國那邊 都上調了自己那邊的利率 之前上調了0.25厘 就去到5.6厘 那些紅寶仔的那些息口 就加碼去到0.625厘 都是說更加利數 但是五千元以下都是為錢 給食利的 那你覺得現在匯豐 會不會受惠於現在加息 都可以再加不加 又沒有這些垃圾 其實如果你說加息 那當然大家簡單去覺得 就對他們的息差有幫助 是 但是你見到一點 就是反而現在說加息又可 或者香港 這幾月開始有些跟回加一點 但是其實銀行股 又不是說真的強得那麼高 當然都有上來 但不是真的強得那麼高 因為其實你會留意到一點 例如今次匯豐加25點 這件事來算是同步地加 就是它動過貸款式之外 其實它全款式都是這樣加的 即兩邊的加幅大概都是相同的 所以變相你的淨息差 其實就不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除非你說是不對稱地加 例如泰式加多些 反而全息又加少些 這樣就會令息差真的擴闊得到 所以暫時就未在這件事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就 你說炒加息買銀行股 就一般一點 但是其實銀行股 我想又不是完全不能想 因為始終去到這一刻 因為銀行股其實 嚴格來說都算是一些收息股 很多的息率都不是差 而現在開始減慢的加息步伐 你見到近期一些收息類股份 是開始吸引一點 除了銀行股之外 甚至公用股其實都是有些強快 其實3號 是的 所以全部都是有少少這樣的方向 因為很直接的 你過去差 因為息加得很劇烈 那你的股息就追不到 所以覺得不吸引 反而這個角度來說 你可以去想 那些銀行股 其實以基本面來說 近期是不頑皮的 因為他起碼另一邊商 他有自己賣東西 之前有賣的一些個別業務出去 令到大家覺得 對於價值的釋放是有幫助 但是當然中長期來說 要看他本身的收入來源 增長可不可以強 但是我想看股價 真的都很同意你說 就是看一條染靈天線 你破到的就是另一片天 可以這樣說 起碼上回之前的區間樓上 就是你前一點來說 其實一直都是在 染靈天線樓上 其實我覺得有條件 可以去回51 是的 如果你破得到 是看這些位置 我也同意 因為這一轉插穿染靈天線 因為之前英鎊的問題 英鎊現在是多少 現在一定回來 已經完結了 那個政治不穩的問題 哎呀9.6了 所以股價都很修復 很適合 因為你九月尾十月頭 英鎊的東西令到它急跌 現在還未上回那些位置 其實那個因素 已經是類似過了 所以反而是看之後 如果你想得到 嚴靈天線 才會再強一點 人們還之前說 英鎊有機會跌到7.4 是的 如果你對美金是穿1 是的 但是如果這樣看的話 應該都沒有這個可能性 現在就應該難一點 穩定了 或者是沒有什麼政變 沒有啊 你的政局 如果 本身經濟前景或通脹的看法 是一般的 即是你經濟前景一定不行 通脹一定再高 比美國還差 但是 但是 因為之前 你認了 但是之前 嚴重的問題 是因為多了政治不穩 現在就要好一點點 是 身為城上台之後 是穩定一點的 但是 如果蘇格蘭跟他分開了 又看下一件事 有沒有其他東西 現在好像在等候投票 希望不要 為什麼呢 我還是說一下 因為好像 查理斯也是在英格蘭那邊的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 我也忘記了 我只是看 Cloud那邊看回來 OK 好了 然後先不要說這些無聊的東西 說回 說什麼 我想跟你說1299 好啊 1299 因為我剛剛看到1299 很強啊 是啊 我又是看錯了 有這隻 我好像有跟你說 我看到他跌穿了一百天線 以為他會做得對 以為轉世 誰知道 打算做淡的時候 幸好還沒做 但是一下子都夾上去 剛剛呢 12月14日 就是昨天 買一隻死人股 哦 昨天呢 就是這個 用了2.25億港幣 回購了 265萬股 有幫自己 你覺得怎樣 這隻 看好 質素一定不用懷疑 他那個執行性是很高的 執行能力是很高的 看好的地方 當然當然 大家都會說的 一定是通關的 所以通關就一定是更加之好 但是這件事 這麼說真的 什麼時候出現就不知道 雖然現在傳到很快 1月9 1月9 不過我今天收到一個消息 有什麼 這個消息 是一個大陸的一個軍人的女兒 跟我們說的 這麼厲害 喂 說不可以 她會被拘捕嗎 不會 我都沒有開名 她說香港去深圳 香港去深圳 香港去深圳 都好像跟他們一樣 三加二 可能都是留在酒店三天 然後兩天隔離 但是 她說 是真的有計劃 是要通關的 有的 為什麼是軍人傳出來的 不是軍人的女兒 是啊 她的女兒做老師 她是聽老爸說的 是啊 我猜應該是 或者聽朋友 為什麼軍人會知道這些 那也是 軍人和通關有什麼關係 那也是 國內的政要 哦 OK 但是 之前市傳說是1月9日 是啊 好像不是這個日子 所以你看那個訊息 是 怎麼了 有什麼 好無聊 她真的說 哦 是這樣的嗎 沒有 吃蓮花青蚊 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沒有 就是1299的話 通關 其實她的業務發展 在大陸都真的很多 但是我有些朋友 她已經跟我說 因為在疫情的問題 封關了兩年多 現在其實已經改善到 她們可以透過澳門 因為她們其實可以去澳門 沒錯 在澳門簽單 然後發送下來 打針也是 打疫苗也是 是啊 因為內地 其實說開這樣說 內地的疫苗是只有國藥那種 是 但是沒有復必泰的 但是澳門是有的 如果她們想打 可以去澳門打 是 即是同一道理 類似的 所以 這樣一定有洞路 即是你做開那一份 你怎樣都找到一些 是 明白的 即是不可能你三年捱打 一定是 怎樣都找這些辦法去 你說解決也好 或者是幫忙一下也好 這樣一定有 所以 你說實際 是不是完全過去是零 現在變回很多 未必那麼誇張 但是我想 如果真的正常 通關 那怎樣都會有正面幫助 始終你過去 友邦 其實其中一份 最煞食就是內地人簽單 來香港 是啊 還有我剛剛想起 因為YY也有說 一通關 國內的同胞們 就會去醫院 急症室看醫生 這件事就撇除了 去不去急症室 但是對於友邦來說 其實她最近跟很多醫院 我忘記是否跟人安醫院合作 是否人安醫院 我真的不記得了 開了一個中心的 然後就是 是不是人安進去 然後就是 譬如你跟她簽報單 然後就可以去那裏驗身 然後有些什麼 可以在那裏醫治 其實對於一些國內的朋友 香港一定是 沒有什麼所謂 但國內的朋友來說 你買一張報單 你可以去那裏看醫生 用一些比較優惠的手術 其實有吸引性 所以有幫你看法 一定不會差 但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股價 這一段真的很誇張 以她來說 這麼大隻 其實拉長來看的話 但是突破了下降軌 所以你說下降軌的位置會比較好 是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回 那沒有的 那你不可以強行來 即是你不可以 如果暗粗這些位置買 那突然間 明天一回 那你就叫 沒有辦法 你這些一定等 耐心等待 即是沒有辦法 你整股升幅 你沒有截到 沒有吃過 你現在才來上車 一定是等的了 沒有辦法 那回到雙棍底 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 80 可以嗎 80 對 看看80 另外就是 Pinky也問了 1299 相識有課稀緣分 沒錯 嘩 怎樣啊 什麼 為什麼有課稀緣分 喔 她在說 蓮花清溫 不是啊 她在說 剛才我說不要強行升了那麼多 是嗎 你整股沒有截圈 我猜 我猜 我去大家的位置不同 想的東西不同 估點不同 不是啊 然後收息股 高利息的股票 譬如1299號 還是629號 即1299不是收息股 啊 659 新創建有收息嗎 有 息率高利 可不可以做地基股 什麼叫地基股 什麼叫地基股 不知道 即是落釘 哦 我猜中 是不是呢 這樣啊 1299號沒有息 1299號不是收息股 659號是不錯的 息率高的 都穩定的 但是她的股息是不是也有1.5 1299號 只有這幾號 這樣就叫高息嗎 我不認識 因為你也知道我對這些沒有概念 這幾號 完全沒有概念 怎麼會高呢 你不如買國債 那倒是 其實如果這樣說 659號是否九位 8-9厘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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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很多的 他們一向都派更多顏色的 國債 現在多少厘 三厘多 好少啊 如果你這樣說 你一厘也說少了 那沒有風險 但是不是他們 好像之前也有抽到一些 Green Bond 其實他們的價格不是都跌了嗎 那些沒有風險 會跌 但是你不是交易的 你放到到期是沒有變 你也要付100元收回來 那也是的 你這樣說 政府債是不會依存的 那你也對 理論上來說 總之我用100元和政府賣債 可能十幾年它跌了之後 都是用100元來賣 是呀 你收息的 那會不會是追不到通脹 那你等於美國那邊 之前為什麼債息這麼 大家覺得這麼正 為什麼不選這些收息股 也是這樣解釋的 對 如果這樣說兩隻應該怎樣 我們就要密疊了 如果兩隻你選收息 那是759 那是759 759 我想說是659 759是完全不動的 真的不動 通關 炒通關它也不動 沙沙動它也不動 通關有什麼關係 多些人去759幫忙 他們應該去一品360 現在都變了模式 都是它現在開始有珍珠奶茶買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那邊都這樣 我又在家樓下 我又在家樓下 我現在是759 喂 你在家樓下這麼多東西 很方便 很明顯旺區 彎仔 好東西 然後在樓下是開了珍珠奶茶 很誇張 759珍珠奶茶 是呀 真心 那間店真的叫759珍珠奶茶 我沒有喝過 那為什麼我不喝天人明茶 我也是在旁邊 又在旁邊玩 沒有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Pinky 你看看這隻659珍珠奶茶 你會不會覺得舒服一點 政府醫院才有重症的藥 是啊 7千多元一劑 不是 來貨的成本是幾千元一劑 但是收我們香港人 是一百多二百元左右 我聽 因為我都不是一百分證 我聽你朋友說 怎樣才能拿到這種特效藥呢 就是一來過六十歲樓上 是否都有了 要是你有長期病患 例如烤喘那些 都可以有的 所以好像是不用錢的 只不過來貨是貴 就是成本是貴 所以不是每個人一種就派給你 所以普通人種 可能真的要吃雙風感冒藥 其實吃Panidot已經很夠了 吃Panidot已經很夠了 Dragon 回答你那條問題之後 又要繼續說我的功課 就是一百三三 平安好醫生 為何那個只是跟Pinky 不跟我們兩位 是 為何他們跟Pinky 因為Pinky說 雙色地球是緣分 是 他的名字 是啊 所以大家都很高興 雙色地球 沒有啊 如果這個平安好醫生 哦 之前炒是跟241 6、6、6、18 其實大家都不斷 一來跟 還有二來 他最後追回多一點 一百三三 有幾天 那幾天剛巧是開始說 內地是叫輕症的那些在家 是 那我自己想 會是 可能會多回看線上看醫生 是 所以那一刻就炒回多一點 嗯嗯 所以如果現價的話 會不會是遲了一些 現在進入 就 炒作來說是遲了一些 是 因為都是升職才來想 是 還有你這兩天 也倒下來了 說真的 有些投資者 之前買了的 都反而是考慮食股 就是你現在才進入 所以我覺得 再等一下先 就是我覺得未必玩 因為一回就值得去馬上買 嗯 好啊 那現在輪到我的功課 因為其實為何我現在這麼緊 我不是很適用 是一本新電話來的 是舊的 接股 你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什麼留意到 我只留意這部 我沒有 我有一部這個 我們打算看的 但是三星打字很慢 就是那個 鍵盤不同 對 我不太喜歡 但因為我剛剛看到 A股那邊 A股那邊的中國醫藥 就漲停了 因為說即將在大陸 銷售這個輝瑞的新官特效藥 噢 所以就升到 低了 應該是 如果不是他都即將 那麼 如果這樣升停是合理的 是嗎 是 然後我也想說 說回我自己的 有少許的新聞 要跟大家分享 還有問一問Rafi怎麼看 就是 燈燈燈燈 是不是昨天說的 應該是昨天 那個數據 我發了一圖解讀給你 噢 那個 內需那個 是呀 中國的法改委 不是 今天 不好意思 中國法改委 出了一個 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 擴大我們的內需 我幫你先說一說 要不要 好 要 你在說當然要 八項的 大家有少許時間去聽 第一項就說 要全面促進消費 加快消費的升級 積極發展服務消費 也要培訓一些新型消費 大力提倡綠色低碳消費 我猜應該是 數字貨幣 綠色減碳 即是不給錢 即是不是真錢 現在也不是 內地人一向都是電子支付的 我這樣有什麼支付寶 一向都在用的 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 但因為 現在再出來 香港就說落後 其實香港真的很落 其實內地一向都不用錢 你拿錢被人疲 都會的 是不收你的 有些地方是不收的 很壞 真的不收 以前幾年現在可能更加誇張 幾年沒有回過 不知道 第二點 加大製造業的投資力度 要佈局一些新型的基礎建設 第三就是要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承陣化 積極推動農村現代化 其實都是以前所說的 聽完我都不太知道 以前是農村 一來農村 二來何謂以人為 有什麼不是以人 科技城 內地加十幾億人 你怎可以不以人為中心 我真的不知道 新型的承陣化 應該是他在說 如果要建一些新式的城市 或者發展一個城市 那你的承陣化負商都是為人嗎? 是的 我意思不就是一向都是為人 不用特意說 我博不到法改為 你明白嗎? 所以我就是說 有時候不太明白 我不是他沒有用的內容 是可以的 可能我們留意一個 推動的農村現代化 看看5G又不能走 或者一些農村 有些農村那些 農機那些 農業機械那些 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提高質量 加快發展新產業的生產品 促進傳統產業改造提升 不知道要說什麼 第五點 就是公平統一市場 要建設現代流通體系 你明白嗎? 不明白 我看你讀得很辛苦 我都不太明白 因為第六點 我已經融資 他說這個融資的體制要改革 這就是馬雲所說的 哎呀 是不是? 馬雲先說了 但是說得不好聽 但是他就說要激發市場活力 就要發揮對外開放的內需出眾 就是外面的人 我想俄羅斯和沙特那邊 因為最近都是這樣 一帶一路的東西 我們又要留意 但是我還沒想到有什麼股票 叔叔想到可以說 然後就是推動共庫 這件事很嚴重 哦 共庫嘛 科技股有拜拜 然後就是優化初設 不懂得讀這些 總之記住推動共庫 第八點就是保障糧食安全 就是1610的豬肉股 就是這八點 是啊 所以你覺得呢 我想問一句 什麼劉偉康你有沒有找過劉恆玉 劉恆是 我知道劉恆玉 我認識他很久了 但是劉偉康是你嗎? 不是啊 劉恆玉去了英國 他好像在買樓 他現在在做劉恆玉 是呀 在做劉恆玉 一年左右 是嗎 很久了 我認識他很久了 你認識他很久了 很多年之前 他是不是以前都是做傳媒出身還是怎樣 財經 是呀 玉媽 是呀 我看著他的女兒出生 有沒有抱過 最大的人 有啊 但他現在在英國都很開心 是呀 沒有啦 現在英國又升上了 真的很疼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我看完那八點 我就本身問你 那麼呢 這天那裏都出了一件事 都是說中央政治局 就要決定明年全力要維穩增長 然後呢 就說要看通訊器材 服裝鞋帽 這些消費類 其實它本身擴大跌到什麼雙位數 嗯 講的是那個增長 那麼 這一堆又不是都可以看呢 本身還有呢 我今天也有再看過一個圖 你傳給我 不是那個圖不是 我是另外再看A股板塊 其實是 最近聲道含含聲 就是一些 哦 我要開出來 不好意思 這裏就是飲料製造 白酒 白酒炒得很瘋 茅台那些朋友 旅遊出行 最正路 是不是 有一個葵程 今天也升 也是 operates 我是畏成哲 滋成啊 然後乳葉 所以剛剛跟大家說 2 3、1 9 是夢遊乳葉 因為都未夾上去 先堂 但是A股那邊 已經有2%-2%了 還有一些半導體 半導體的龜片 化工 對 化工 反而它不是太大觀 現在的一件事就是智慧醫療、中醫、航運、海運、生物科技 這些他不是怎樣看的 反而是回到內需那一邊 都合理的 當然內需又很廣闊 剛才說了一堆玩法 其實基本上大部份都是 但我想這個炒法或這個想法是合理的 因為你前一段時間是說服償人優化防疫政策 你優化了那麼長 下一步就是想要刺激經濟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經濟下限下去其實也不可以 雖然未主說外圍害怕衰退那麼差 但繼續走也不可以 所以下一步來說 你猜一些政策出台是刺激內需 刺激經濟 其實是一個很正路的方向 其實這麼多年我們都是這樣 但方向是這樣的 但你要捉或選擇各地的版塊 我覺得是有點難的 很多時候唯有是跟資金流 看看那一刻的錢炒什麼版塊 你就跟進去 因為內需其實數到十多二十個版塊都可以 很多 但是不是個個都可以炒呢 這個真的很難說 還有什麼時候肯動呢 真的不知道 就是你這麼多版塊 錢可能真的只有這麼多 但是十幾個版塊 你看看它會審誰 所以剛才所說 可能是跟進去看資金 如果有一段時間 可能有幾天連續都是錢 那版塊可能你跟進去 這樣會比較好 但某不然因為出這些大方向 羅衰、消費、刺激 所以就去選擇股 我覺得就是 所以我現在在尋找 剛才如果八點 我們說完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然後我剛才有一個項目 又是推動農村現代化 三十八 我就是開了三十八 原來已經拆了我上去 已經拆了我上去 所以兩個六號八 最高三個八號六號 偷了雞 多二 沒有 這一轉太多股都會升 根本大家都不會買得完 一定買不完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真的要再看看 有什麼可以看看呢 根據她們的花肥 她也有說過的花肥 你覺得呢 中化化肥 297 是不是還可以呢 297還可以 聲勢又不算很誇張 是 這隻就不要了 這隻不太疏 3983呢 中石化 我不要的 因為她也有 中化化肥比較好 297 也可以加一加 另外還有什麼豬肉 什麼1610 你覺得呢 288那些 288 288好像有很多太負面 會不會 如果你選豬肉 選1610比較好 業務都不同 當然你也要留意 山豬價是否升 因為1610比較上游 雖然山豬價對於她才是好 但是 因為288的問題就是她很複雜 業務上中下游都有 或者是內地 海外業務都有 所以她又不是很單一地 就所謂受惠 譬如當你山豬價升 對她一定好 所以她會是 難搞一些的 如果真是 覺得豬價是好的 或者是內需的東西 或者是有利這方面的 可能1610會比較簡單 直接一點 嗯嗯 還有剛剛呢 我們不是有說內需版塊呢 除了什麼520那些 已經炒上去 你不是有說什麼 2020 2331 是不是這些內需 其實呢 250天使是未升上去 還有我想有一隻 8032 非凡中國 哦 是不是應該都要留意一下 這一隻呢 這隻 是的 蛤 是的 你說得這麼細 好像自私食一樣 不是吧 我問什麼事 OK的 因為8032 現在的市值 只有107億劑 其實算 小一點 算是OK的 如果你說對比起 什麼2020 或者 我就算拿2331去看 都是落後2331 對 2331也有1600億 那你 這一隻都是在說 剛剛說的多少億 是100 是的 105億 那是不是這一隻 還有這一段也不算炒得很誇張 不算 是可能靜靜地躲起來 是的 我也覺得 如果你說 小一點就這隻可能可以駁掉 如果你駁掉一些內需相關的東西 另外就幫CT Good afternoon 3323 是否可以呢 中國建材 3323 如果你說論行業看法 我覺得OK了 就是OK過之前的 因為一來 上來價格近期都好一點 是 二來其實這個辦法都 之前差 都有點關於內房事 那我想現在 內房開始好一點 大家又覺得 開工多一點 可能 都對上來估計是正面的 所以其實近期也一樣 這些因素之下 股價也有升上來 即是3323 都由4.5都不夠 16.5 也有升上來 但是你說 之後有沒有可以繼續 繼續升很多呢 始終就真的會差一點 雖然這類型的股份 如果你拉下去 都是基建相關 例如最近經濟 有些人是經常會炒幾件股 但是這麼多年來講 就看回結果 就不是很持續去炒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去撐 可能先等一下 我只覺得 比如你下去 大概6.2這些位置 可能才去想 會好一點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 暫時就建議 繼續觀望下 會比較合理一點 嗯 他說這個八字頭的股 過八億就太貴了 我反而覺得你這樣想 有一點點是 看你怎麼看 對 有一點點 因為 要想回 這個非凡中國 它旗下是有Bossini 它有很多一些 國際百姓的品牌 另外 其實那些品牌 可能價值高於它 沒錯 真的 Bossini 其實你不只是香港 我記得好像外面 大陸也有很多家 而且非凡中國 我記得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之前也有想過是轉主版 有有有 一定有的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講 更加需要大市值一點 你不大就不會轉到 對 現在轉主版的市值大概要多少 不肯定 我先問一下王家駿先生 所以我就覺得 視乎 Depend上哪一隻八字頭 但我覺得非凡中國 不可以用這個邏輯去考慮 今天剛剛好 兩點了 兩點了 那時候都是二百多點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今天很感謝 我們要隔個星期再見 好 不如太想念我 隔個星期有沒有見 隔個星期 有 有嗎 還沒放假 我在想是不是假期 不是 29日 不是 29日 然後就 你下星期放假 下星期放假 我去泰國 我沒有跟她說 沒有 我沒有跟兒子去 是呀 放下星期放假 是啊 而且她出生到現在 都沒有坐過飛機 她很期待 在疫情之下的出生 本來是想著 跟她搭一轉飛機 誰知道就遇上COVID-19 當時買機票是一節 一節還是20%左右 整天的機票 小朋友 英而飛好像是10% 前面有個男 是呀 我當時打算便宜 可以這樣搭她 沒有機會 她也不會記得 很憤怒 好啦 那我們就 今天沒有機會再見 明天再同一時間 跟大家見面 拜拜